女生喜欢一个男生往往是从某一方面开始的 喜欢男生的某一个特质 比如说声音、身高、身材、能力、头脑等等 这些东西会转化成为一个吸引点 在女生和男生尚未完全接触时 形成一个放大镜式的观察镜 当然这个是针对男生的优点 大多数的男生经过放大镜的考核后 基本上优点是有点被放大 缺点是狭步言语 那么问题来了之后这种感觉还会持续吗 当然会还有一段时间的持续期 在这期间男生还有其他吸引女生的东西 比如说温柔体贴、尚解人意、成熟浪漫 也能撩动女生的心 也有帖子旺 我对女生也够温柔体贴、尚解人意了 但是她就是对我提不起兴趣 这种该怎么解呢 那你就要提高自身的吸引力了 女生只会被自己喜欢的人给吸引住 那怎么才能吸引到你喜欢的女生呢 给你关注秀秀 回复吸引两个字 就可以说话到一份吸引力法则了 让你轻松俯获女生的翻新 那女生被你撩到了之后 会有怎样的身体反应呢 看这个人 眼睛里会有关的 心情自然愉悦 而且对你的所有事情都不是烦 在两人独处的时候 那种若有若无的肢体接触 就像电流一样 让女生感觉到轻微的松麻 喜欢到一定程度 男生的一个拥抱、一个接吻 都能让女生沉迷 一碰就能勾起女生的欲望 到了水到渠身的环节 就会感觉到无比的自良 却从未体会到过得快乐 以至于达到某些存在于传说中说的 用以形容女生 极尽人士之乐的表现 但一切的基础就是 女生对这个男生有感觉 所以男生们赶紧打造自己起来 追女生进的吸引很重要